拉菲尔·纳达尔是一个80后,他于1986年出生于西班牙的马纳科尔岛,今年35岁。 他的网球职业生涯从2001年15岁开始,至今已经有21年时间。 这期间,他参加过1247次单打比赛,212次双打比赛,赢得过1176场比赛,平均每5场比赛就会赢得4场比赛。 胜利的几率大概有80%,另外他还在四大满贯赛事中共获得21次冠军。 由于骁勇善战,成绩出色,有5年时间被国际职业网球联合会排到世界南单第一位,是个名副其实的劳模。 纳达尔不仅在西班牙很有名气,在国际上也是大名远洋。 接下来,让我们纵观他职业生涯的21年,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跟随着我的节目,来了解他的精彩故事。 大家好,我是南家木。 今天是2022年2月12日,星期六。 今天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初十二。 欢迎大家收看南南智语North Talk的第19期节目。 也再次祝福大家虎年吉祥,生活和事业更上一层楼。 南南智语是一个新频道,在这里会讲别人的故事,观看别人的人生经历,感受相同,寻找不同,体验多样人生。 也请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在每周六更新节目的时候,会第一时间收到节目的推送。 纳达尔在2022年1月30日,成为在四大满贯比赛中,获得冠军总数最多,没有之一的职业网球男子选手。 就在2022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决赛当晚,纳达尔击败了Metvidev,获得了2022年澳网的冠军。 这是他所获得的四大满贯赛事中,第21个冠军称号。 正因为这个原因,纳达尔吉克成为四大满贯历史上,获得冠军总数最多,没有之一的职业网球男子选手。 他的这21次冠军包括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夺得的13次冠军,美国公开赛的4次冠军,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和温布尔登记标赛的各两次冠军。 正因为这次比赛的夺冠,打破了由费德勒、纳达尔和德约克维奇所形成的三人均拥有20个冠军不分上下的并列形式。 纳达尔因此超过两个人,荣居奖牌榜首,成为目前最出色的男子职业网球选手。 纳达尔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中获得了13次冠军,总数最多,因此被称为年土之王。 2020年,纳达尔第13次赢得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超过了由法国选手Max D.Couges于1903年至1914年所创造的8次法网男单冠军的记录, 并以绝对优势占据在这一赛事中冠军总数第一名。 实际上,从2014年纳达尔第9次赢得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头衔,就打破了由Max D.Couges所创造的8次冠军的记录。 在这之后的7年中,纳达尔又夺得了4次冠军,因此排名高居第一,再也没有被人超越过。 排名第三的是来自瑞典的Bonjour Borg。 他于1974年至1981年获得了6次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 纳达尔在法网的表现如此的出色,几乎征服了这片粘土地,所以他就被赋予粘土之王的称号。 而他确实在以几乎每年都获得法网冠军的成绩表示着,他就是当之无愧的粘土之王。 德约科维奇曾经两次获得法网冠军。 费德勒在2009年获得过唯一的一次法网冠军。 那 being said, I feel like you still need to make Nadal hit his serve to your forehand. 我先说,这次是《 caso未来的冠军》。 费德勒在冠军上,他赛的冠军。 费德勒在正主举口。 川网军在这里。 几乎相当中 internet的取得中断。 费德勒在北军。 费德勒在联军。 费德勒在军下为军下。 西尔与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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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纳达尔的单打成绩 可谓称王称霸 那么纳达尔有没有参加过双打呢 他的双打成绩又是怎么样的 答案是肯定的 纳达尔在职业生涯的早期 除了单打比赛还参与了双打比赛 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他的最好成绩是2005年双打成绩排名世界第26 2004年18岁的纳达尔与同事来自西班牙的选手 Tommy Roberto搭档 一路杀入美国公开赛的半决赛 同年 二人又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进入了第三回合的比赛 就在2005年 纳达尔和西班牙的选手Albert Costa 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进入了第三轮的双打比赛 2005年 纳达尔与西班牙的选手Faliciano Lopez 在温布尔当网球锦标赛进入第二轮比赛 随着纳达尔在单打的世界排名越来越高 再加上单打比赛需要的体力消耗很大 冠军声望也更高 所以他就向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单打比赛当中 最近几年 纳达尔参加过屈指可数的双打比赛 这其中包括 2016年 阿里里约热内卢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 与Mark Lopez搭档 获得了双打冠军 2017年 纳达尔与费德勒 作为欧洲的代表成员 也破天荒 第一次组成了双打队伍 参与了9月份 在捷克共和国布拉格举行的第一届拉沃尔杯 在第二天的比赛中 战胜了代表世界队伍的双打队员 Kerry和Salk 纳达尔和费德勒 这两位都是世界顶级的职业网球选手 曾经在40次单打比赛中 角逐胜利 这次双打比赛 是他们的第一次 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公开双打比赛 在正式比赛之前 两个人也仅仅在一起训练过一次 这其中的原因被费德勒一语刀破 作为仍然活跃的两位单打选手 他们都避免在一起训练 避免展现给对方太多的内容 然而 就是这次公开亮相 又引发了球迷的遐想和猜测 他们两个人会不会在以后打不动单打的时候 组队打双打呢 这种可能性被两个人当场否定 因为两个人都不会放弃自己的国籍 改换对方的国籍 来打双打比赛 说到这里 相信大家也判断出 这次比赛画面有多珍贵了吧 所以 请你们先准备好吃的喝的 坐下来好好欣赏 这两位互为对手多年的 两位世界顶级网球选手 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 互为队友 共同合作 争夺冠军的精彩场面 互为队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